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行 374的最末一行 这个是本文 烦恼暗宅中 长须生会日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烦恼 就像处在那个暗宅里面 在暗室当中 这个时候 你必须经常生出了 智慧的太阳 也就是 用智慧 去照破 这个烦恼的暗宅 我们现在看看 后面的 这个注释 这个地方 这个烦恼 在我们佛家来说的话 讲到了这个烦恼 它有分有根本烦恼跟随烦恼 那么所说的根本烦恼 它有六种 就是贪 吃 吃 吃 慢 移 这个贪 吃 慢 移 这个是五顿死 五顿死 就是说 它来的话 比较缓慢 要去的时候 也比较缓慢 你要断的话 也要慢慢断 所以这个叫做 迟钝的钝 五种迟钝的烦恼 那个死 死就是会 驱使你轮回生死的 驱使你 走入到这个五道 六道轮回的 所以叫做死 五种迟钝的死 死就是烦恼 有贪 吃 慢 乙 还有加上了不正贱 这样子不正贱就写贱 这样子的话 总共有六种 好 那么这个不正贱 我们还可以把它解释为 五粒死 五种粒的烦恼 粒就是跟刚刚说的那个顿 刚好相反 粒的话就是来得很快 很快粒 要去的时候也很快粒 来跟去什么意思 就是产生的时候 很快它会产生 要消除的时候 也很快它就消除了 这个是五粒死 通常这个五粒死 就是身边斜见戒 这个后面这个表那一个 那个通常都是因为你 譬如说进入了邪教 有邪师误导你 把你引入到邪见里面去了 那一个就是不正贱的 但是你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正法的名师 他给你一指点马上就翻转过来 很快急速的就翻转过来 就破了所以来的话很快 去的话也很快 所以叫做粒 粒是这样子 刚刚那一个五顿时的顿 它是来的话很烂 因为它像贪生吃这个 它不是急速的 从小的话 其实从五十以来 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它就已经在存在了 所以这个有先天性的 还有后天的通通有 所以它这个贪 撑 吃慢鱼 还有像这个贪生吃慢鱼 有些鱼生寄来的 这个非常非常难断的 明明你知道这个不好 但是事情遇到了 它自然而然 它就涌现出来 所以这个比较慢 这个叫做顿 持顿的顿 你现在要消除的话 也要慢慢修 透过你修禅定的功夫 它慢慢的半驳 然后解除 好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个五历史 有一个表 身见就是你继执 有一个横长的生命主体 譬如说你执着我 我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真我 你在主宰我们这个身体 人死了以后 这个肉体坏了 但是里面有一个灵性 那一个真我 它永恒的存在 这个真我 灵性 灵魂 这些通通都是 身见 另外 我还要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佛教徒 有一个误会 他误会什么呢 误会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 除了这个五印之外 它里面还有一个佛性 这个五印 色寿想行事 就是五种 那五种之外 还有一个灵性 所以这个五种 这个五印消除了以后 人死了以后消失了以后 佛性还在 那个佛性 跟真我 灵性 灵魂 是相当的 相同的 所以灵魂不灭 那一个就是我们的佛性 永恒存在 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这个是外道 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外道 在佛陀说法当中 那一个佛性 在原始佛教里面的阿含经里面 压根就没有佛性的 佛性是大圣佛教所主张的 但是他这个主张是怎样来的 是透过了性空的境界 而建立这个假明施舍 他把这个无智性 就是缘起 我们的生命体就是缘起 就是射受想行事 这个五印合合缘起 那缘起以后 我们有这个缘与举止 这个行动 还有精神上的那种种种活动 你要知道 这个里面 通通没有一个永恒的实在性的存在 因此我们说到五印是性空的 照见五印皆空 那个皆空就是指这个里面是无智性的 好 以这个无智性性空的境界 我们用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用一个肯定句来称呼他 那一个叫做佛性 叫如来藏 叫真如 所以这个真如 如来藏 佛性 还是性空的意思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你不要以为说他那一个是一个灵性 有一个实在性的存在 人死了以后 还有一个性体的那一个体性的存在 那么那一个就称为佛性 所以人死了以后 他会去轮回 会去解脱 还是去轮回 还是往生 那一个就是佛性去轮回 生死的 你这样子的说法 就掉入到现在说的这个身见 也就是外道见的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佛教是无我的 里面是没有一个灵性的 没有一个灵魂的 所说的法性 这个真如 如来藏 还是佛性 那一个通通都是性空的假名 所以他跟性空是相同的意思 好 我们再看下来 边见 什么是边见 既指你断或者是长 有还是无 净还是够 真还是减 等等这些 一边之见 通通叫做边见 因为什么会有边见 因为我们的脑袋里面 我们的二分法分别 一定都入两边的 因为二分法分别 不是长就是指断 不是有就是无 人死了到底 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如果他存在的话还在 那么这个就是有 如果说死了以后 一切通通没有了 那么那个叫做断 所以长跟断就是堕落两边的 那佛成道了 阿罗汉成道了 已经进入涅槃了 那么这个阿罗汉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你如果认为他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叫做有 你说他不存在 那叫做断 所以这个都是断入到边见 在这个佛教里面有十四种无忌 什么叫做无忌 没有办法记录到 他是善的还是恶的 有的还是无的 不能记录起来的 那个叫做无忌 那么这一个境界 譬如说涅槃的境界 究竟他是有还是无 人死了以后 那个成佛了以后 佛陀进入大涅槃以后 到底他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存在的话就是有 如果不存在的话就是无 但是真实的实相境界是不可言说的 他不是有也不能说是无 因此他就超越了这个边见 所以不能够掉入到边见里面 好 再来看斜见 所谓的斜见 就是你既执着到 这个上帝深造了万物 上帝深造了人类 这个是有一个第一因的来源 有一个根源 好 再来就是 或者是波无因果 人死如灯灭 一切都没有了 那么这个都是斜见 你认为有一个主宰的真神 或者是一切都是没有因果的 都是机会主义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通通掉入到邪见里面的 再来见起见 所谓的见起见就是这个见起 起着那一个见 譬如说你有种种的见地 那你执着在起着在这个见地上面 那个叫做见起的见 好 见起见 譬如说我这里有写着 既执升天为旧见果等等 你如果说以为说 我们的目的 学佛的目的就在于升天 将来能够升天 那你以升天作为它的结果 那一个叫做见起见 那个见地 你取这一个见地的见 那么这个叫见起见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果 然后你既执它就是真正的果 这个叫做非果祭果 好 再来跟这个相对的 有一个借尽起见 借尽起见就是 那个借尽就是我们的借律 还有禁戒条律条规等等 你取这一个应该要怎么守 守这一个借律 守这一个法律 这一个规范 取这种借律的见 那么这个叫做借尽起见 这个是指什么呢 这个指佛家以外的那些借律 那些禁见 譬如说神他制造了还是制定了某种几个借律 要你去遵守 你一定要去遵守这种天条天律 这个就是借尽起 因为你守了这个借尽起的这些条律 他不能成佛 顶多是升天成为一个善人 最好是成为善人 但是会不会成佛 不可能成佛的 保证不能成佛 为什么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升天 你有来有去的话 那时候都在刚刚说的这个边界 怎么会是成佛 成佛的话就没来没去了 还有上还有下 还有善还有恶 对不对 这些通通都是借尽起见里面的一种内容 所以我这里有写着 既值无用 没有价值的这种境界修法等等 这个都是属于借尽起见 因为你即使很诚心 很专精的去守他的那一个借条 照他的方法去修 顶多也是升天而已 你不可能成就正悟正觉的 好这个是非因即因 因为你修这个借律 这个是因地在修的 这个不是正确的因 那你执着这个是真正的因 那这个叫做非因即因 前面那一个第四条 前面那一个第四条 那一个见取见是非果 记果跟这个相对的因就是开始修的 因是错误的 果你所达到的那个结果也是错误的 不是真正的果 所以这个一个掉入到非果 记果另外一个是非因即因 所以这些通通都不是真正的佛法 所以这个就包括在五历史里面 这些五历史为什么会很厉 它很快 你遇到了良师 遇到了灵师给你纠正 马上就跳出来的 譬如说我曾经讲过 我上一次就讲了 我去到高雄当兵的时候 去高雄去见一位 长者他那个是典传师 我那时候是里面的当讲师 我去见他的时候 我问他那一个 说我们这个世间那么污秽那么污浊 为什么上帝创造了这个生造这个天地 为什么要生造那么污秽 污浊山崩地泪的海啸 这个火山等等的 那还有积分 瘟疫 战争那么痛苦的这个事件 上帝为什么要制造这种事件 为什么要生这种会有犯罪因子的这种众生 每天都在看到凶杀案发起最大的就是战争 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子 现在像我们现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 武汉肺炎这一个 你看为什么要搞出这种 那个都是人为的 你说蝙蝠的不可能 他因为他要加上会传入人的那一个媒体 那个一定要有人工加工的 所以为什么要搞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犯罪因子 在作祟 要杀尽天下的人 杀尽天下的众生 才发明这种毒 所以像这样子 上帝为什么要生殖这种犯罪的因子 像我再问他 第一个问题就问他 他给我的回答 他说这个老母生造万物 上帝生造万物 这些就是理念方便说的 真实的情形就是讲缘起 缘起就是讲到了一切法 他不是有一个第一因所生造的 而是有许多的这些因缘甲合 这个叫做因缘 叫做缘起 缘起组合了以后才产生出来的 这个叫做缘起 缘起里面必定是没有自性的 它是性空的 我听到这一句 马上脑袋里面马上就一到 好像灵光这样子闪一下这样子 哇 这个太厉害了 佛法真的太厉害 马上就消除了那些斜见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五历史的力 非常的快力 当你进入到斜见里面的 执着在斜 掉入到斜见坑里面 经过了人家给你一指点地 马上就跳出来的 所以这个很快力的 这个叫做五历史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下来 随烦恼里面 它这个随着根本烦恼而生起的 所以我们的烦恼有根本烦恼 刚刚说过了 贪嗔痴慢疑 这个是属于根本烦恼 随烦恼是跟随着 刚刚说过的那一个根本烦恼 而延伸出来的 一共有二十种 我下面有写出来 有愤 还有恨 还有恼 还有腹 还有负 什么是负 负就是我们犯了罪 我们犯了戒 还是做了不良的恶的事情 你把它盖附起来 怕人家知道 那个叫做负 狂就是欺骗的 狂妄的 不真实的 惨就是惨媚 对于 你想要要求别人 你就在外面去惨媚对方 讲好听的话 去拍他的马屁等等 还有这个胶 胶就有一个傲的那种味道 害就是有毒害心 忌就是嫉妒心 谦就是谦令 令射的 无禅跟无愧 那个惨跟愧 在我们一般的说法 好像都一样 惨愧 你会觉得很惨愧 做了这件事情 不对了 我内心很惨愧 但是在佛家来说的话 惨跟愧是两种 是不一样的 那个惨 就是你自己发现到 我做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那个叫做惨 惨是指自己发生了错误 但是自己不知道 有别人给你激发 给你指责 你才发现到的 那么那个叫做惨 现在讲到了无惨无愧 就是你这种惨跟愧的心理 统统没有 虽然犯了这种罪恶 但是你不会觉得惨 也不会觉得有愧 人家指责你 你也蛮不在乎的 那个叫做无愧 很多这个人很多 人家指责他 我的本性就是这样子 你要怎样 我就是这样子 你能耐而活 就是这种心态的 这是无惨无愧的 好 再来不信 就是铁齿 很铁齿的 还有懈怠的 放逸的 还有分尘跟吊举 这个刚好相反的 分尘就是昏昏欲碎 头脑已经分尘下来的 没有办法有那个智慧去判断的 那个是分尘 吊举的话就是妄想分辉 那个内心高级 那个是吊举 再来失恋 就是没有正恋的 不正知 对于这个缘起性空的法 这个理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 这个而且讲到了 错误的那种认知 那个不正知 再来乱心 好 这个我们必须了解到 这个无禅 无禅 以下这十种 我们又称之为食禅 禅就是禅绕那个禅 食禅 那么这个禅 也是烦恼的意名 我们必须了解到 佛教的这一个烦恼 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做死 有时候叫它禅 这个通通都是烦恼的意名 那个禅 为什么是 印度话在泛文里面 巴黎文里面 那个禅里面 用得很好 它就是像那个 小绳子 把你脚缠住一样 你一被缠住 你就没有办法跑 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邻居 他在染那个丝 我们这个织布那个丝 那个丝 防沙 防那个丝 防了以后 一大堆 他拿去染 染了以后 现在要晒干 然后他已经晒在 就是放在 有些是吊在 那个地方 我们晒衣服 那个 有些是吊着 然后又披在下面 这样子 结果 古时候的那个 老鹰 会抓那个小鸡 我们 现在在台北市里面 看不到这种光景 你在乡村 以前在乡村的时候 经常有这一幕 那个老鹰 会下来 要去抓小鸡 因为他肚子饿 他要来抓小鸡 那么我们 小孩子的时候 看到有老鹰 在天空飞的时候 我们就要叫 要叫 要赶 怕他来抓我们的鸡 所以 那个 譬如说 母鸡 跟小鸡 母鸡就是要 照顾那些小鸡 那个母鸡 如果说 那个有看到 那个老鹰 要下来的时候 那个母鸡 非常的凶猛 非常非常凶猛 他因为要保护那个孩子 所以他 显出他那个威猛 去捉他 跟他打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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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鹰 就会退掉 那个 我们小孩子所看到的情形 是这样子 好 我现在讲到有一次 他那一个 老鹰下来 你知道 要去抓那个小鸡 刚好 被人家看到 你家就 开始就拿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要打他 一直喊 一直叫的时候 他那个老鹰害怕 你知道 害怕的时候 要飞起来的时候 去那个脚 去 缠到 那个刚刚说过的 那个塞 那个丝的 那个地方 被他缠住 那个 那些又 有些是挂在 那个 那个地方 挂着 他 结果他一缠 一滴一滴一滴 想要 脱 脱 脱离不了 他那个整个 两脚 后来 通通被缠住了 那个老鹰 就被 缠住 跑不掉了 这个叫做缠 我现在讲到了 缠 类似 我们一个人的心态 你知道 譬如说 当你看到了可遇的东西 内心心动了 你就掉进去了 你就被他缠住了 马上就被缠住 他那个 这种是无形的那种力量 把你缠住 纠结在一起 这个阿含经里面叫做 勾 磨勾 他称之为磨勾 那个磨勾的勾 有那个 倒勾的 我那个钓鱼 我现在把那个鱼钩 把它放大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说放大的话 譬如说 这个鱼钩是这样子 但是它这个钩 不是用尖尖的 这样直直的尖尖 不是哦 它有一个倒勾这样子 那你这样子 被插进去的时候 被勾到肉里面的时候 嘴巴里面 这个暗勾会把它倒勾 勾住 你就逃不掉 怎么去争都争 争执 争不透 那么 我们这个众生 被这个武艺所缠绕的时候 你就好像被勾住了 阿含经里面讲到了 这个叫做磨勾 把你勾住 你永远逃不了 很恐怖的 好 因此我们称它叫做残 又称为结 打结那个结 把你打住了 那个结 把你困住了 好 我们现在下面看到那个第二 暗宅 暗宅 就是没有光线 照明的那种暗示 那一个叫做暗宅 这个这里是辟育 我们的身心 没有智慧来照明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暗宅 这个六族是辟育 第三 慧日 那个日就是一种辟育 也就是智慧光明的太阳 能够照耀明测 那个称为慧日 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的般若智 你有了这个智慧 马上可以照见清楚 你就不会掉进去了 好 我们下面来看看论译 这个烦恼暗宅 就是我们无人 我们的身心 就像一个宅 宅地 就是住宅 因为被贪称吃无名 烦恼所蒙蔽 所以称之为暗宅 它会暗的原因就是无名 把这个无名 我们称它叫做暗 其实呢 正如法华经的这个第二卷 辟育品第二里面说的 三界无安 优如火宅 他说我们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个三界 没有办法安稳 没有办法安稳 非常的煎熬 那么就像火宅一样 火宅就是发生火灾的这种房屋 那这个三界火宅 其实就是指什么呢 我们无人的身心充满了三毒的猛火 就是三毒的毒火在燃烧我们的身心 所以我们的身心被这个毒火三毒的猛火在燃烧 黄黄黄黄的那种 这个叫做火宅 我们下面有一个表 火指什么 指烦恼火 就是无名在焚烧 宅指我们的身心 就是五印三界 这个叫做宅 所以火宅 就是指我们身心里面充满了烦恼痛苦 那么无人的身心 横背永远被无名烦恼在肩破 这个就是火宅在燃烧 那么样的危急 但是众生不知道 众生每天就在火宅里面 在焚烧里面 自己不知道说 我内心里面发火了 被像火灾 那么这样危险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佛陀就给我们说法 指出这个叫做火宅三界 大家一定会想到 说这个三界 我们这里叫做异界 那么在上去天空上面有无色界 在过去的话很遥远的地方 在过去那个地方 那个就是无色界的 所以色界这个欲界再来 色界无色界都很遥远的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你如果这样子去思考的话 那你大错特错了啦 三界是讲我们的内心 内心你还有情欲的时候 还有男女情欲 这一个就是欲界 你如果你修禅定了 进入到定境 得到了定境的时候 有四种禅 那么四禅 这个四禅里面 这个叫做色界 为什么会称为色 色就是梵文 就是鲁巴 鲁巴的意思就是物质 也就是说 你当你打坐 你进入禅定 应该是脱离了 这一个痛苦了 但是你虽然在禅定里面 你没有开悟 你还没有开悟 因为没有开悟 所以你还要依赖物质 这个色 色就是物质 还要依赖物质的生活 那么这个叫做色界 如果说你那个禅定的功夫 又更深了 进入到深定里面去了 那个时候 你压根就不许 不要这些物质的生活了 你透气这个物质 不要这个物质的 那么那个叫做无色界 所以不论是欲界 还是色界 还是无色界 通通讲你内心的一个界线 所以三界是指 我们内心的一个界线 你不要想到了外太空去 好 我们知道了 所以三界通通就是一个大火宅 这个烦恼在焚烧的一个地方 好 我们再看下来 这个无名烦恼的这一个身心 六族就把它称为暗宅 这个是因为没有智慧在浊躁 不明信空的实相 而任三毒在肆虐 这个就是三界火宅 对于虚幻的这些人间的武欲 穷足不舍 一直在追逐 佛经辟欲为常业 就是永远都在常业里面 在煎熬 你没有智慧 也就是不见真理 不见天日的 那个明暗不明的 好 在这个杂阿寒经卷十六四二三经里面 有这么一段记载 他这个 好 我们看下来 一时佛祝王色诚 且家兰陀足远 好 这个佛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二时 世尊告诸比丘 有大岸地狱 比诸众生 生比终则 不见自身份 这个佛陀自己讲到了 讲到了说 有一个大岸的地狱 那个一个门在一个阴的这个岸 通于我们现在一个日在一个阴 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岸相通的 古时候是用那个门的阴 门的阴就是我们把大门关起来 里面一定是暗的 好 我们再看下来 他说 这一个那么大 很大岸的那种地狱 岸到什么程度 在里面受罚的这些众生 生比终则 生到这个地狱里面的那些众生 不见自身份 连自己 自己的身份长得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看清楚 因为太暗了 这个大岸的情形 这样子 时有义比丘 那个义比丘 什么叫做义比丘 就是另外其他的一个比丘 那个叫做义比丘 不是指当机 我们当机的时候 佛头会呼他的名字 譬如说 舍利佛怎样怎样怎样 摩侯加舍 怎样怎样怎样 那个就是当机了 现在这个不是当机 所以称为义比丘 好 从做起枕衣服 为佛作礼 何掌恋佛言 白佛言 世尊此则大岸 为此大岸 富更有余大岸 甚可不畏过于此佛 意思就是说 世尊你刚刚说过的那种地域 那个纯粹就是大岸 那么除了这个大岸之外 还没有其他的大岸 更恐怖的 超过了这样子的大岸的那种情形 有没有 佛告比丘 佛陀就跟比丘说了 如是 是的 更有大岸 甚可不畏过于此佛 真的有那种大岸的 非常非常恐怖的 比这个更严重的 那个是什么呢 畏 就是说沙门 沙门是指我们出家的这种 出家人叫做沙门 各位一定要知道 沙门是指出家的人叫做沙门 我们中国人把出家人称为僧 佛法僧的僧有没有 自称为僧 譬如说常愧僧 我不会僧 不会就是没有自会的出家人 就不会僧 反正都称之为僧 出家人称为僧 这个是严重的错误 非常严重的错误 僧不是指出家人 僧是指团体 一个大团体 我们称他叫做僧 僧不是指出家人 出家人要称为沙门 我现在就是附带的跟各位讲 沙门的话是指出家的身份 那种叫做沙门 沙门的意思就是翻译成 我们汉文叫做秦席 他是席秦 席灭贪生痴 勤修戒定慧 就是出家的那种身份 再来婆罗门 婆罗门就是清静的范至 行道的人 于四圣地不如实之 他对于苦及灭道 这个叫做四圣地 对四圣地没有按照如实的实际实相去了知 乃至对于生老病死 幽悲苦恼大案之中 对于这样子的人 他不但对四圣地不了解 甚至于他还逗入到生老病死 幽悲苦恼当中里面来 这个就是大案里面 事故彼秋 于四圣地为无见等者 对于这个四圣地 还没有达到无见等 不是无间等 是无见等 那个要破音字连键 无见 所以那个我们一般的人 通通不知道他要破音 所以这个一定要练键 这个键 它是破音字在这个右上方的 这个念键 键就是键段 他会键段 现在 为无见还没有达到无见段的那一个 这种人 也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挂号 还没有达到不被烦恼间隔的那种人 譬如说 你达到无见等的那一个境界 就是你已经开悟了 你误入到你这一个实相的境界 你那个就是无见等的 那个不会被妄想所插入间段 那个就是无见等的 好 当请方便起真上欲 学无见等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达到 现在要快马加鞭 起这个真上欲 来学这个无见等 好 你看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什么是最大案可布的 好 就是说 对于这沙门还是婆罗门 这种修道的人 他对于我们这个苦极灭道的观察 他并没有仔细去了知 没有如实的了知 所以他都入到生老病时里面 忧悲苦恼里面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案 因为这种人他还没有达到无见等的那种境界 所以他还在生老病时忧悲恼苦当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见到四圣地 当你见地的时候 所谓的见地 就是见到了四圣地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见性 开悟见性 那个见性就是现在说的见地 好 我们再看下来 真正的大案 实际上就指我们当下没有这个智慧 就是无明烦恼 我们当下有这一个无明烦恼 蒙蔽了我们的身心的实相 不知道五印身心它是性空的 而却执着以为实际的 以为恒常的 这个叫做愚痴 我们称愚痴是指这一个境界 好 这个云洲洞山物本禅诗 语录第一卷里面 他说道 诗问生 世间何物最苦 他说我问他 他是问他的学生 我们这个世间是什么东西 最苦最痛苦的 这个生云 他说地狱最苦 好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诗曰不染 绝对不是这样子 云 诗意如何 那师父你的说法 应该是怎么样子才是最苦的呢 诗曰 在此一线下不明大事 事明最苦 一线下 一线就是我们缝衣服的一线之下 里面你不明白一线下有一个明珠 你自在的这个明珠 你也就是你自己的法心 法身 自性 你自己的这一个清静性 你自己不知道 蒙蔽了 那一个就是最苦恼的事情 好 下面你看到我有把它写出来 什么是一线下大事呢 依照法华经第四卷 五百地址 受祭品第八 里面说到 譬如有人去亲友的家里 结果因为高兴了 大家就主人就开来什么美酒款待他的 结果喝醉酒就睡了 好 明挺大醉 然后睡着了以后 这个时候刚好他这一位亲友 因为有官事 那个法院还是什么警察局 突然间来了 要把他带走 你有什么什么事情 要叫你去作证 还是你犯了什么法 不晓得了 好 这个时候 他要临走的时候 怕他这个朋友 醒来的时候要离去 结果他没有盘产 就是没有经费 连车马费都没有 那你怎么办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于是就在他的衣服内里 缝上了一颗无价的宝珠 缝在内里里面 古时候我们的衣服 有外面一层 内里也一层 来历有一层 他就把那一个无价的宝珠缝在里面的 结果后来他这个酒醒了 到处去流浪 起食当乞丐 当要犯的 一直辗转走到其他他国的地盘去了 后来遇到了这位亲友 这个亲友看到他怎么漏迫到这样子 就指示他 你那个衣服里面 内里里面有一颗无价的宝珠 你怎么没有拿出来用 那我不知道 就所以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就沦落生死了 好 现在我们众生 每一个众生的里面 通通有一颗无价的宝珠 就是你的自性 你的佛性 如来藏真性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佛陀 就是指那个亲人 就来给你指点 你的身体里面 有一个无价的宝珠 你要拿来去应用 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个洞山雾本禅师就说 你知道吗 在此一线下不明大事 就是说你不知道一线下有一颗明珠 你没有办法开悟见性的话 这个叫做罪苦 好吧 这个故事在预说 我们的一线下自有一颗无价的宝珠 而不自知 你必须经过佛陀说法指示出来 才能够明白悟得 现在这个洞山禅师 说的不明一线下的这一个大事 就是不明本心真性 这一个不明正是六族此处说的 愚痴的暗宰 讲到了 这个暗宰就是你没有智慧来照明 所以必须藏身智慧的日 就是太阳 来给予照耀 破除我们的愚痴 好 这个慧日是以智慧辟域如日轮玄空 就在太空里面 光灼万物照耀万物 譬如法华经第七卷浦门平第25里面这么说 他说 无构清净光 慧日破诸暗 能浮灾风火 普明照世间 这个我们经常在练的 好 这个般若智慧 一空一半 通通没有依靠的 就像如入楚虚空一样 十方圆照 通通圆懒照耀着 连挂的 把它挂住的绳子也没有 还是让一个什么 一个把它顶住的那个也没有 好 所以这个无忧不足 无物不明 所以一切通通洞察清明的 所以千年的这个暗示 慧光尽明一照 通通黑暗消失无中的 好 又慧日 是或能够解释消除这些迷惑 如日消雪一样 太阳一出来 那个雪花 所有的雪地通通消融的 不存残余 止言就是因为烦恼没有实际 没有实性 因无明而忘心 我们的烦恼是基于无明而虚妄兴起的 如果我们这个智慧能够观照 能够照用的时候 旨在照见它无自性 这个智慧出来 目的就是照见这个烦恼是无自性的 里面是性空的 则见烦恼本空 当下你证悟到它是原来是性空 原自即灭不生的 而并非刻意去消灭烦恼 烦恼根本就不用消灭它 你就自己就发现到它是无自性的 是虚幻的存在而已 在杂阿寒经卷十五三九六经里面 怎么说 它说譬如日出 周行空中 就像这个太阳在空中运行 坏诸暗明 就是破除了所有的暗明的那种黑暗 光明能够显照 如是圣地子所有吉法 一切灭以 离诸成垢 他说就像这样子 圣地子我们这些地子们 他所有的吉法 什么叫做吉法 吉法就是我们 吉了很多贪嗔痴等等的这些 业障等等通通就是所召集来的 就是四圣地里面的吉 那些世间的因果等等 那都是所集集而来的 好 这些吉法一切通通会消灭 已 已就是完全已经消灭了 离诸成垢 可以离去所有一切的成垢 成垢其实也是烦恼 想象为成 事情为购 这个能源经所解释成跟购 你内心所想的那些假象 那些象通通都是属于成的部分 事情你会分别式的那种事情 这个是包括在垢里面的 所以这些成垢 就是你内心种种种的烦恼 乃至习气通通包括在成垢 通通可以脱离 这些能够脱离就是会智慧的日 会日能够把它照耀的原因 好 我们看下来 生死烦恼 为赖智慧得破 只有智慧能够破除 佛家究竟的解脱 不是戒解脱 或者是定解脱 而是会解脱 这个很重要的 一般还不知道说 佛教为什么能够得到解脱 修戒 戒还不能究竟解脱 只是解脱某一部分而已 修禅定也一样 解脱某一部分 最究竟的解脱 是只会解脱 以智慧出现的 能够照破这个无明 发现到一切都是 只是缘起的疾而已 缘起所疾的 这些烦恼 成垢 统统因为你的智慧开闲了 统统把它消灭了 所以这一个会日是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下面再看这个原文 斜来烦恼智 正来烦恼除 斜正俱不用 清静智无语 这个 除跟语 是押韵的 它这个是有押韵的 好 这个 邪恋 邪就是邪恋 当你有邪恋来的时候 烦恼马上跟随而至 马上就有烦恼来的啦 你正来的时候 你正恋起来的时候 烦恼当下就除灭了 但是我们的禅法里面 邪跟正 邪恋跟正恋 通通不管用 我们不要用这个邪恋跟正恋 不用正恋去灭这个邪恋 不用的 所以这个叫做聚不用 清静智无语 这个时候达到了清静的境界 以智无语的解脱的那种境界来了 好 我们下面 看看那一个注释这个地方 第一 邪来 邪恋生起 包括了身边邪见戒 武力使 以及贪嗔吃慢瑜 武顿使等等 的这些恋 通通叫做邪恋 好 你这个邪来的时候 当下就有烦恼 为谁而至的 马上就有烦恼的啦 好 正来的时候 你正恋生起的时候 就包括了什么是正恋 你念佛 念三宝 念真如 念法身 念佛陀 念这个经藏等等 这个通通都是正恋的 好 正恋来的时候 烦恼就解除了嘛 好 下面 我们下面要来看看这个论意 论意里面 第一句 邪来烦恼至 他这个 如果说我们的心念不正的时候 必定被客邪所称 所以 人啊 你这个正恋 要横使保持着正恋 一旦我们的正恋消失 邪恋插进来的 你马上烦恼就来的 所以 那个叫做客邪 为什么这个邪法 邪恋叫做客 他不是主人 主人是永远都在的 那客人的话 他是有来有去 今天来这里住一晚 明天就走了嘛 就那个旅客 所以那个客是有来有去的 主人是永远都存在的嘛 现在所说的邪 邪就是像客人一样 有来有去的 活动性的 流动性的啦 好 那么贪嗔痴 等等的这些烦恼呢 就会趁虚而蒙动 趁虚而入 这个时候智慧被隐蔽的 这个时候必定会造业而沉沦 柳道 所以要好好照顾这个正恋 你看下面就讲到了 正来烦恼除 这一个学佛呢 就在能够秉除诸元 放下这个万恋 以得到正恋现前 你正恋的起来的时候 你邪恋那些妄想烦恼 自然就解除了嘛 不必刻意去消灭它 只要你提出正恋就好 不要去消灭那些邪恋什么妄想 不用 不用的 好 所以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的妄恋 乃是维心幻现的 邪恋是 妄恋是属于 维心的 好 他没有根 没有实际 所以我们的妄恋 妄想 这种杂恋 邪恋 这些通通没有实际的根本 它是无自性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根的 没有实际的 你不要理它 只要你提出了正恋就好 那妄恋它自然会消除 你不用去灭这一个妄恋 你把正恋提起来就好 所谓的不怕恋起 只怕 绝齿 所以绝很重要 绝就是正恋 只要长存 绝质的时候 你妄想 必定云霄物散的 好 现在 这个刚好 这个都是一种对质的方法 现在禅的力量 它是邪正俱不用 不管你是邪恋还是正恋 通通不要去用它 可以清静至无语的 这一个邪正俱不用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正恋现前 这个时候 哪一个可以达到清静 以至于无语的清静境界 这个在顿门禅的立场来说的 不是剑门 剑门一定用这个正恋去对质 邪法 邪剑 但是在这个顿门的立场 它不用 不是用对质的 所以不用以正来破邪 因为邪本无根非实 这个很重要 因为邪本来就没有实性 没有自性 它是没有根本 没有实际的 所以它是性空的 无自性的 你要发现到 它是无实性就好 邪既然是无性的 那么因邪相 因为这个邪相对而立的那一个正 当然也不复成立 邪既然都是假的 不用去理他的 那你要用那个正来对质 干嘛 不用了 所以也不用成立 你要知道正的建立 是因为有邪才会有正 两个是相对 有邪 然后有正 两个对立而存在的 如果邪不存在的话 正也不可能存在 因此邪既然是无自性的 那么因邪相对而立的这个正 当然也不复成立 就不必用正了嘛 所以邪跟正通通不要用 你不去理他了啦 如此呢 你自然得到了清静 以至无余 清静的那种境界了啦 如果是起正链去破这个邪恋的时候 那还是在对待法中 不是真正的情境 这个必须一定要搞清楚 你不能用那一个正链 一直用正链去对付这个邪恋 那你就一直要对付的话 就证明这个邪恋是存在的 所以我必须把它用正链去对付它 那你一旦是认为它是事实存在的话 那这个头大了 你永远对付不了 那你如果发现到说 这个邪恋本身是虚假的 你根本就不甩它 不理它 它自然就消失了 好 在这一个原诀经 第一卷里面清静会章 它这么说 但诸菩萨及末世众生 居一切时不起妄恋 它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些修佛的这些菩萨 以及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 居一切时 就是说你平时 你的这一个生活里面 不论是在某一个时间里面 所有一切的时间之内 不起妄恋 不要产生妄想 余著妄心亦不熄灭 你即使你有妄心 你也不要去灭除它 不要去灭除这个妄想 因为你如果想灭除这个妄想 就是证明它是妄想是实际存在的 所以你才要把它赶尽杀截 你如果发现到它压根就是虚幻的 你不理它不甩它就好了嘛 所以它就说 这些人他昨天欠我多少钱 我没有去给它追讨不行 明天一大早我应该要怎样去追讨它 你这些通通不要去思考 所以你在妄想境 这个住妄想境不是说你停住在妄想里面 不是 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妄想的境界 你压根就不理它不甩它 不加了知 与无了知不变真实 就是对于这种妄念的那种境界 你无所了知 你没有分别心 所以不变真实 不用去分辨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完全不去甩它 因为它都是虚幻的 无知性的 所以你内心不要去动它 你这样子就能够完完全全的 保持你的这一个正念 你真正的清静心 它就永远保持着 好 这里它强调不起妄恋 如果生起了起心 追驱逐这个妄恋的时候 你不要妄恋 要把它驱逐掉 那么这个心也是属于妄恋的 所以对妄恋不必起心去熄灭它 压根脑你就不用去熄灭的 更不必去分别 不去分析它妄想是什么 不要去加以揣摩分析 不要分辨真的或者是妄恋的 因为一切用心 你通通都是妄想 所以现在讲的这个是属于 你真正下功夫 你在用功的时候 要用这样子的方法 因此六祖这个地方就说到 邪正俱不用 这个跟元节经所说的 完全是一致的 好 你必须知道 你如果起心动恋 生起了这一个排除妄恋的心 当下就跟妄想产生对待 有对峙的 你会发现到 这个认为妄想是真实的 你才要去欺阻它 好 这个时候 为了你不要跟这个妄想造成对待 你就不要起心 不要去承认 妄想是实际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到 妄想它都虚幻的 它自然退去的 所以才要去排除 就是说你承认了 这个妄想它是存在的 这个时候 你才要去排除它 你如果说 已经发现到妄想是不实际的 是无自性的 压根就不存在的 你根本就不用去排除 如果是实际存在 它又如何能够灭除呢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讲到了 这个妄想 如果是真实存在的 它是真实有自性的 你没有办法去灭除它 你如果是无自性的 压根就不用去排除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不论是有还是无 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你通通内心都不要去动它 好 何况呢 这个妄想究竟是内生的呢 还是外来的呢 要怎样去断除呢 好 例如 有一本杂志叫做 盗锋二十四期 这个盗锋 它是香港的一个 好像是基督教的那一类的 他们的 出的那种杂志 里面记载 他说 越西 香港的一个法师 近代的法师 越西法师 二十二岁的时候 出示讲经 出说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说 他说众生本来是佛 只因无名妄恋 生死不能了脱了 若能破一分无名妄恋 即能证得一分的法身 好 那么这个无名妄恋破尽 那么整个法身就显露出来 当时有一个老修 一个老修姓在场 文尔反问 就反问他 如果这个无名妄恋 从外面来的 跟你不相干 又何必去断除呢 如果妄恋是从里面生出来的 就像龙坛 那个坛子很深的那个深坛 龙坛的那个水面的那个水源 实实出来 因为那个深坛里面一定有潜水 那个潜水会涌富出来的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断了它又再涌出 所以烦恋如果是里面生出来的 你断它有什么用 没有用 它还是会生出来 所以断了还是不断 是外面的跟你没关系 如果是内生的 你断也没有用 它还会再生 所以这个 断又粗粗又断 没有了期了 你说旺恋断就是佛性的 旺恋起就是众生 那这样子一断一起 岂不是成佛 以意有轮回吗 你看它会有断有起 都是在轮回里面 结果施不能答 那个岳西法师 因为他是22岁而已 那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 后来他就真正蒙下功夫了 好 我们从这里面 透露出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以正来致邪的时候 邪不能尽 没有办法宵尽 以智来浅妄 用智慧来浅除这个虚妄的妄念的话 智义成妄 那么你这一个智慧也是变成妄的 如就像尼龟夜尾 伏击击生 永无除尽 尼龟你如果在那个农村里面 看到那个田地里面 现在打平的那个田还没有种到 乌龟从上面爬过去的时候 那个乌龟怕说自己的走路的 这个痕迹被看到了 他边走的时候用他的尾巴把自己的那一个足迹 走过的足迹把它磨灭 要把它扶灭掉 但是你边走边扶的话 那一个扶动的那一个痕迹还是存在 所以伏击以寄生 永无除尽的时候 真正究竟的理地 是极灭无为的 既然是无妄想 就无需对治 好 这里重点在 不必去对治他 不用求真 不用断望 这个是禅宗顿门禅的一个方法 就像正道歌里面 绝学无为闲道人 不处妄想不求真 这个就是不求真不断望的 这个才是清静的领域 好 这个《原觉经》第一卷 《蒲远章》里面这么说 善男子 觉成就故当知菩萨不与法福 不求法托 他说 你这个正觉成就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个成就正觉的菩萨 不被这个法所束缚 为什么 他超越了这个法 所有一切的法 他通通了达都信空的 他已经超越了 不求法托 也不求这个佛法里面 以法可以得到解脱的 不求不与法 不给这个法所束缚 也不求脱离这个法 解脱这个法 可见 对于这个法 他完全 动事超越了法的实在性 已经发现到 所有一切法 通通都是缘起 都是信空的 没有实际性的 所以他不与法福 不求法托 不愿生死 不爱 毁尽 你看到他这个 不特别 尊敬这个慈戒 也不憎恨 毁戒 可见 对于 慈戒跟毁尽 毁尽就是毁戒 患戒 通通不加以理财 不必特别去敬重这个慈戒的人 也不必憎恨这个悔戒的人 通通不用这样 那这个都是两边的 不重九席 不清初学 九席就是说 他学很久的老餐的那一类的 不不重视这个老餐的 也不清是这个初学的人 你看你这个心 可以达到这样子平等一记的境界了 何以故 为什么这样子 一切一切绝故 所有一切通通都进入到圆绝的境界 所以他没有差别的 所以你看你如果说你静慈戒 真毁尽 你内心还有不平等 还有在差别 还有九席跟初学这个相相对的 你对这个九席的人 几十年的人老皮餐 特别恭敬 对于心进的初学 你就轻视他 你这个心还在分别 所以 现在他达到了一切绝的那种境界的缘故 譬如远光 小鸟前净 奇光圆满 得五真爱 他现在下面这个就是举例 举了辟意 他说像我们那个眼光 你看过去的时候 小鸟就是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解到 前面种种境界通通非常清晰的 奇光圆满 这个智慧之光 照片 前面所有一切的事情 通通了了分明的 很圆满的 得五真爱 平等一记 没有憎恨 憎恨也没有心爱 所以爱真消除了 你没有爱真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起跟舍 起舍也解除了 何以故 是什么原因 光体无二 五真爱故 也就是说 你这个智慧之光 你这个智慧当体 它是无二的 没有差别的 没有对待的 没有真或者是爱 通常这个真跟爱 真的话就是 你看不顺眼的那些都会真 爱就是你所喜欢的 喜欢的你就会爱 所以这个爱真 影响出来就变成起舍 这个都是对待法 他现在告诉你 你发现到你这个光体 就是智慧之光 你这个智慧当体 没有二分法分别的 所以这个叫做无二 好 我们再看下来 这个经中所说的 正是邪正俱不要 学法 正法 统统不要去 运用它 你达到了平等一记 真如法一的那种境界的时候 那一个就是血跟正 统统可以不用它了 好 又这个智慧尊者 全集 建一里面还记载了一个公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智慧大师 有一天听到有一个出家人 文生送张卓 这个张卓是一个秀才 张卓见到记 他在送的时候 这个送到了张卓 他见到开悟的一个记送 他念到了断除烦恼从真病 趋向真如意是血 他送到这个地方 这个智慧大师就说到了 错 他说这个是说错的 应该说方无病 就是断除烦恼方无病 再来趋向真如不是血 这个才对 结果那一个听在旁边的人 那个声音 你错他不错 是你自己错误 不是张卓本身的错误 施大疑之 这个时候子伯大师 就相当的疑问 为什么会这样子 每字处他每天所到达 那个每一到达的地方 书恶语于壁间 就写出了这两句 断除烦恼从真病 趋向真如意是血 这个就贴在他的那一个墙壁上 那个书恶语于壁间 那一个壁 错误 应该是那个墙壁的壁 不是屁 有没有看到 下面要一个土 这个移制图面巨种 因为他以这个 作为话头在掺 他掺到整个头面巨种出来的 一日栽赤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忽然开悟了 头面立消 那个肿胀 马上就消除了 自是凌溺租房 从此以后 就踏遍了所有租方的 可见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这个讲不完 我以为会说完 结果没办法 我以为会说完 这个地方 不是说完 我以为会说完 就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 我以为会说完 我以为会说完